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喜欢待在厨房里 哦对了 她有一个记录自己的习惯 好 面团 面团总是这么圆润 敦厚又有弹性 他喜欢轻轻插入面团的感觉 就像插入一个柔软的被子 他把它压扁 揉搓 缠绕 变成各种形状 他都没有意见 他能感受到他插入的手指吗 光滑鲜亮的番茄 浓稠粘粘的蛋液 触摸番茄的时候 他觉得番茄也在试探着 汁水冲淫在他的指尖 但是蛋黄总是很调皮 他喜欢和蛋黄追逐很久 张鱼的触手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吸盘呢 有的时候 他会觉得张鱼有点贪婪 他有点敏感 又想什么都抓住一点 但也挺好的 就像好多个嘴唇在热烈地亲吻着他 我会想到他 知名者 你能够帮他 十分钟 有点 我会想到他 你能够帮他 不回头 我会想到他 你能够帮他 他会想到他 他会想到他 你能够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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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能够帮他 嗯 这是梦吗 番茄喷射的汁水 惊醒了她吗 那就去花园里 找一件跟进的衣服 她好像发现了 这个小东西 这些小东西 蜗牛的壳仿佛装着永无止境的身体 两个触角用力伸展着 亮晶晶的黏液就像诱人的兴奋剂 它也开始扭动腰肢 蜗牛吸附在它身上 开拓着每一个细胞 在它眼里 草莓和奶油的搭配应该是最完美的 绵密丝滑 草莓调皮地拨动着味蕾 在它的花园里 这种感官体验是私密又悄无声息的 是一种隐秘的嬉戏 它掉进了蜜鱼奶的空间 切身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 它是实体的 有重量的 而我是存在的 它可以感到我每一个所到之处 身体就像刚刚品尝的奶油一般丝滑 身体就像刚刚品尝的奶油一般丝滑 1、2、1、2、3 嗯 冰箱里的橙子让它变得很渴 汁水四溢 蠢溪可以让它的时间满足 火汁机械里藏不足 像带到脖子 它终于来到了我的世界 一会儿 一会儿 丛林 沙滩 海洋 本质上没有区别 都是分子组成的生命 只要它能感知到的 一切都可以呼吸 一切都可以随时进入兴奋的状态 你还需要写兴奋的状态 很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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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